再次请大家开车门开关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 那么桃园这名机车骑士 骑到了中正路的逸文特区展影中心前 刚好他跌着头 结果遇到有车主突然开车门要放东西 毫无刹车情况之下 当场撞了上去 把车门也撞断了 说是迟那是快 这机车骑士就这么直直骑 硬生生撞上了轿车车门 这一撞可不得了 等到车主转身才发现车门已经被撞断 处理过程的询问 他是因为当天风大 所以头逼着骑车 披萨店员工车上物品沿路掉落 不过都比不上车门段来得严重 根据行车记录器上的时间是在9号中午 轿车原本好端端停在桃园中正路 逸文特区展影中心前的路边停车隔离 车主背着背包想要开车离去 打开车门弯腰把背包先放进了车里 就在这个时候两辆机车先后经过 第一辆平安通过 后面这辆起势低头 紧接着整台车就朝着打开车门撞了上去 警方说双方都没有违法 外送披萨给客人 结果东西还没有送到 反倒先撞了车 这被撞坏的车门势必得进场修理 花费不小 记者范国清 桃园报道